夏宇,我爸说你们这个老师脸皮怎么这么厚 生活都已经很惨了 极穷,疾病,每天颈椎疼 消息回不完,半夜睡觉 每天吃泡面,还马上没有工作 还一身负债,28岁了还没有对象 你让他快乐一点怎么了 你去骗一骗他怎么了 哼,非要跟我较根 陈雪莹是我每次都戴上耳机 不让我妈听到,雪莹听话 二级摘了,这样我再让妈妈动手的时候 我妈她能及时的配合我 孩子进步离不开父母和老师的密切配合 什么叫密切,我这边刚一出生那边就下手了 我班主任31岁了还没有对象 你这是在安慰我吗 那天我说,这个又要过年了,回家又得被结婚了 我一个公事安慰我说,没事,能否跟你算了一块 你就到48岁的时候你的姻缘就应该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安慰我还是会灭我 反正听完之后心更亮了 48岁,还有什么奋斗呢 算了,放弃了 崔浩翔说这个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所以啊,痛苦的都实在不行了 他们今天拿我开玩笑 好,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如果大家这个声音画面都正常的话 请回复正常 我们今天的课就要开始了 在刚才课前呢,我在这会儿跟大家说了一件 这个其他毫无意义的话 但人就是会做毫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会让你开心 比如说阳光明媚的下午 你在湖边溜达的一个下午 比如说一觉睡醒的清晨打开矿户 看见阳光明媚清风雪赖 就这些感觉原本小到没有意义的事情 有时候会给你巨大的满足感 看到这块重心疼终于会了 生活中的满足感主要依靠从大自然捕获美 一般都是对现实世界失望的人才隐身于山水中 对吗 最翁之翼不再久了 就会已经不能让我快乐 对吧,以前是五花马千金球 或是江珠换美酒 现在寄清于山水间 各位同学啊 来,我们先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阶段的这个选择